主席 兩黨 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就 ECFA第二條 合作措施 本人必須在這裡明講 中國 作為一個合作夥伴 到底是不是一個好夥伴 把中國跟美國 日本、新加坡 或中南美五個FTA 的國家比 中國是我們貿易的好夥伴嗎? 請問各位 台灣跟 其他國家的FTA裡面 有兩千顆飛彈對著 我們嗎?有 胡適點一個中國的原則嗎? 有各種國際場合的 打壓嗎? 所以在這個背景 也是歷史 大家可以看到的這些事實 中國 絕對不是台灣的貿易 的好夥伴 跟中國貿易 絕對要小心戒慎恐懼 如履薄冰 這當然是其來有次 話又講回來 貿易是經濟的萬鈴丹嗎? 凡是貿易 絕對牽涉到競爭 請問 台灣的企業 有百分之多少 是可以做國際貿易 是有競爭力的企業 而政府又輔導了多少企業 來提升它的競爭力呢? 沒有 事實上 我用WTO的會員國 跟全世界的國家的數目 來給各位報告 全世界195個國家裡面 有參加WTO的擺來格 留繳WTO 廢廢的有多少 連廢廢都繳不出來 他們有辦法做國際貿易嗎? 事實上 WTO 會員國被稱之為 富人俱樂部 這表示說 並不是所有的國家 他可以做國際貿易 也表示說 並不是所有的國人 他可以做國際貿易 而做了國際貿易 未必有競爭力 那難道 這些沒有競爭力 將會被淘汰的國民 沒有繳稅嗎? 不是無敦議院長的 庶民經濟的對象嗎? 這些人該死嗎? 所以 本人的結論 要來拜託各位各黨的 立委諸公們 ECVA絕對 不是台灣的貿易 經濟的唯一萬鈴丹 這有可能是 包了糖衣的毒藥 大家要小心 這歷史的硬件 跟中國打交道 絕對要非常小心的 希望各位立委諸公們 我相信你們的本質 會否只是